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建议可以用步骤式的 像我这边的话 尽量给它一个编号 然后到底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先把它做一个注解 这样的话自己在撰写会比较清楚一点 另外就是说底下这些是 它原本已经附给我们的一些注解 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参考的资料 讲这个之前 这边有一道UserDirect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所谓的这个Structure 那同学比较对这个部分比较不了解 其实Structure在这地方 这样用有它特别的意义 主要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资料形态 那这资料形态里面包含的 等于是好几个资料 里面资料包含就像Password 还有像什么性别或者像是Email 或者像是UserType 使用者账号的类型 像有好几个等于是变数 那以前我们有讲过说 如果你是同一种类型的变数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什么呢 放在正列里面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不同的 这个资料类型的资料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用一个Structure 来宣告成一个Structure 里面就有这些 当然你可以有更多的这种 不一样的资料形态 那包含就是Stream Bulling 还有像Bite 还有像这个也是Stream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呼叫他 不过有的时候在程式撰写的时候 不见得一定要用Structure 也就是说你可以宣告成 假设说你今天不用Structure 你直接宣告四个变数来 存取其实也是可以的 不见得用Structure 你可以用四个变数 也就是宣告在痊愈的地方就可以 存取得到就好啦 那为什么用Structure呢 其实是比较有结构性而已 比较有结构而已 那当然就看你自己程式撰写的方式 以我自己而言 我比较少用到Structure 而且甚至基本上 用的机会很少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习不习惯 或者你怎么去 主要就是说你怎么去 让某个池有个地方可以放 变数就是暂时存放在记忆体的某一个资料 那资料类型你可以去决定 比如说它是数字或者文字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当然除了说放在那个变数里面之外 有的时候可能会存放在文字档案里面 档案的存取也可以 你可以先写到某一个文字档 你到后又用的时候把它存取回来 你也可以把它写在资料库里面 要用的时候再去读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再来秀 不过大部分都会放在资料库里面比较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放在记忆 存取速度最快是放哪里呢 当然是放记忆体里面 记忆体存取绝对是所有的这个资料 比硬碟至少快了10倍20倍 甚至100倍都有可能 那如果放在资料库里面 当然存取速度也没有记忆体那么快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database 你资料库还是会放在硬碟里面 所以存取速度当然放在变速里面 放在那个记忆体里面是最快 可是我有个问题 你如果把大量的资料都放记忆体的话 你的记忆体很快就被你吃光光了 那早期记忆体比较小的时候 如果你沉思很吃记忆体的话 很容易就把使用者的电脑 记忆体吃完之后有没有 很多时候他的电脑就荡漆了 另外你记忆体吃光光之后 像微软的那个windows系统 如果你记忆体吃完之后呢 它还是可以运作 不会荡漆 可是会变得很慢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记忆体用完 它就会用什么呢 虚拟记忆体 虚拟记忆体就是说呢 我拿硬碟的空间来当记忆体 也就是说呢 你记忆体用完之后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你电脑变得很慢 那时候硬碟的灯就会一直闪 可是你知心就是很慢 主要的原因是你记忆体用完了 那如果你希望你电脑 经常表现的效率比较高的话 尽量还是要让记忆体的容量够大 这样存取会比较快 那这部分简单说一下 那如果说你今天用一个刷 就变成说 你可以宣告成这种类型 像这边的话它就宣告成什么呢 有没有 User Recall 就是它 而且前面加一个New New的一个新的一个资料形态 新的资料形态 那其实这里 有同学是提到说 这个算不算是物件导向呢 其实这个严格讲起来 它也不太算是这个物件导向 它只是一个资料结构而已 当然物件导向又说的又 又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这部分物件导向 有机会的话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范例再来谈 那这里的话第一个呢 如果我今天要从这个User 这个Dict里面去存取资料的话 那判断是否有没有资料呢 其实用一个方式很还不错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if 在判断的时候呢 后面加上什么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User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User的 这个资料形态 它有一个好处 后面按空白键就点之后呢 里面有一个方法 其实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的 叫做TryGetValue 也就是他会尝试去抓里面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这一笔资料 有没有这一笔资料 那你就把里面的值把它摆进去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它是输入到这个UserTB.TEXT底下 然后呢再逗点 后面的话呢 再跟Record里面的资料比较 假如说呢 这里面的资料呢 有吻合的话 那当然就执行底下的 假如没有的话呢 那就是 执行else部分 else部分我们就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else 直接写在这里 else 那最后的话会有一个 else endif 所以你就直接把这个结构先写出来 endif 那阶层的部分呢 尽量能够让它写得比较完善一点 到时候在 除错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接下来的话检查 这个Password是否正确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Rec底下 它有一个结构呢 是一个Password 那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从这上面而来的 有没有 点 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属性 如果说你 你这地方有没有 点 有没有发现 这些 各位可以看到呢 蓝色的部分 就是 这地方 蓝色的部分呢 点 就是我们上面所宣告的 有没有Password 那你直接点Password 那你直接点Password 接下来的话呢 跟这个 我们资料里面去做比对 跟这个Password 我们输入的这个Pass PassTB 点TST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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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如果这个地方有错误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做一个动作 把里面的资料把它清除掉 那这里面的资料包含就是 pwd tb. 清除的话就是test 它的属性里面就把它清除掉就可以 再来就把focus 移到上面去 那移到focus 这个地方focus 我们直接用它 后面有个方法 按f 有个focus focus 那直接就会把焦点 放在那个文字方块里面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说如果帐号 不存在的话那最后这个地方 特别重要这个地方要跳开 所以is this is this sub 把这个地方复成是跳开 跳开之后呢接下来我们 假设说它这个地方是正确的 如果这地方 这边是判断说它的账号如果是错误 会秀出讯息 并且让它跳开 那假如说呢它这个地方有 有它的账号 并且呢是正确的话 那我们就跳到这个tab control 我们这个页面的部分 tab control 就把它跳到select 这边有个叫select tab 然后跳到那个 登录之后的话 就跳到哪一页呢 跳到第三 012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跳到基本资料里面 那基本资料里面呢就把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把它带过去 那这里面包括就是说呢 这边我们切换过来看一下 这边基本资料有哪一些 像这一个控制项就是usetype cb 有没有 那这一个就是namb tb2 这个是piod tb2 那这个是sexmrb2f 那这边还有一个叫什么label 有些就是说把资料带到这里面来 那资料怎么样带过来呢 这里的话呢 底下就是说呢 我直接把这个user 第一个就是我的user 的那个cb type cb usetype cb 它有个属性叫做select index select index select index 它就等于什么呢 因为我有个类型 requs 里面这笔资料里面呢 它有一个就是专门储存什么呢 储存它是哪一种type的 这个 这个就把它指向给它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name name底下tb2 就是名称账号的部分的话 里面呢 我们就把资料把它带过来 所以它的值的话就是等于 刚刚user type user type tb 那以此类推 这个后面的话呢 当然就test 分别把值通通带过来 那带过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是那个性别的部分 性别再来的话就是pwd 那pwd我们一样把这个前面pwd 这个tb2.te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t 一样pwd tb.test 那底下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1-15页这地方 其他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else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呢 else把它拉到上面来 它的好 这一题它因为程式有帮我们撰写 所以你直接把这上面 这三行把它取消掉 也就是宣告一个什么呢 msg的一个string 里面的话呢 就是加入什么呢 使用者 这个不存在 并且要使用者 自己再新增一个使用者 那新增使用者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是有个警告讯息 这边matchbox 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那我们怎么样新增 一样就跳到那个 跳到那个tab tab 第二页 就是新增那个页面 那这边的话呢 table control 点什么呢 sled tab 刮虎 跳到第二页 新增的地方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把资料呢 把它clean掉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 在clean的部分 已经帮我们写好 所以直接用这个附成式就可以 把里面的资料把它clean掉 所以把它复制之后的话 副程式把它贴上去 那最后呢 再把帐号带过去 那帐号带过去的方式 就是把nam 它有个nam tb1.tst的 这个值 把它带过去 等于 这个usertb usertb这个 这个资料 把它带过去就可以 那这里的话 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